这个方法,其实我本来不是用资料的口袭 我本来是用那个 最早没有challiept的 最早是自己要写公式 写完公式之后还转VBA 难度非常高 我challiept就简单了 可是你说用公式或函数有比较简单 其实后来我真的也试了 我有把整个历程 放在云端白板上面 所以你们可以找一下152这边 我建议看你们有没有时间试 如果有时间就自己试试看 用challiept帮忙产生 最后我也请他帮我写出Function Function变成要三个 一个长,一个宽,一个高 我觉得蛮麻烦 最后干脆帮我写出一个SARP好了 请帮我转成一个VBA的SARP层次 最后当然也写出来了 就这一段 如果你们要试的话 你可以把这一段 SARP到N-SARP 把它Ctrl-C 选起来 我选的方式是这样 游标先放SARP的前面 然后你按Shift键 再点一下尾巴 跟Ctrl-Shift很像 差不多 Shift其实是选取的意思 OK 所以Ctrl向下就是 它会向下跑到底的意思 OK 这个按Shift键 先点头再点尾就可以了 Ctrl-C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程式 还记得吧 如果它已经帮你写好 你要知道 开Visual Basic 按邮键插入模组 记得程式一定要贴在模组 可以看到会吧 这个会这样 你已经上今天第五次了 对不对 那就把它贴上 字有点太大 不管 反正这个程式 我把字稍微缩小一点 因为其实这个程式真的很长 它写出来 当然啦 你说一般人会自己写 我觉得叫你自己写这么多程式 而且还不出错 这应该还蛮难的 但是结果能不能跑 我们试试看就知道了 所以把这个删掉 然后这个执行一下 有了 有没有 是可以的 至于 如果你假设有时间的话 不妨可以自己玩玩看 那基本上呢 我前面讲过 如果你要观察这个程式的话 我习惯就是这个宣告先拿掉 因为这个宣告其实说真的 在VBA里面 只要DIM开头的 是可以全部删掉 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这个可以拿掉 你就不会干扰说 你的观察这个程式 字太小工具选项 这个把它放大一下 10号好像还太小 12差不多 OK 那基本上的话呢 它的流程一定会先做什么 先选取哪一个工作表 This Workbook Workbook指的是工作部 指的是Excel 指的就是这一个 叫152 这个什么 分别截取 残宽告.xls 这个就是一个工作部 特别说以后什么叫工作部 其实工作部就是Excel的档案 OK 那这个工作部指的就是 反正就是这个名称 你不用特别去指这个 不然如果假设你不是这样写的话 很麻烦 你如果没有List的话 你变成要写成什么 Workbooks X 加S 然后再刮胡 然后双引号 把这个名称放到这里 有没有 一样的写法 但是哪个简单 当然List Workbook是简单 就是这个就对了 我不要再跟你讲一堆 不然的话我会跟他讲 Workbooks 刮胡 他的党名 记得 副党名要加 副党名也会出错 OK 不是只有党名 所以他的名称是这样 包含党名 点负党名 放在这里 指的就是这个工作部 所以我们恢复 我用List Workbook OK 后面 训词指的是哪个工作表 这个工作表 所以刚好 因为他程式产生的话 也叫序折一 可是未来 如果这个不是要序折一的话 那你一定要改成一样的名称 否则会出错 比如说这个假设 改成序折二的话 那名称不同 对 你一直行会怎么样 他会出现这个错误 以后如果你看到 正列所影错误超出范围 这个可能性很多 那怎么判断说 到底哪边出错 一般看到这个这个叫错误 你就按真错就可以了 他会停在错的那一行上面 并且用黄色字告诉你 这一行错了 有没有 那怎么办 你就看一下 这一行到底有没有 有地方错 所以以后 只要你看到程式发生错误 千万不要紧张 老师怎么办 要跳一个 老师你没讲的东西 不要紧张 请你先按真错看看 好不好 真错一下 那请你观察一下 哪边不对 OK 那你如果看得懂 你就知道改一下不就好了 哪里 这个工作表跟这个工作表 名称不match 很简单 你就把它改一下就好 因为他这个正列所影指的说 他这个所影的这个名称不同 OK 所以他超出范围说 没有再 这个没有序质2 只有序质1 那你超过了 那怎么办 那我都把它改回来就好 所以这个如果改回来 那这件事就完成 那底下的话就是一个for i i指的列 指的是第二列到第八列 做一样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他就去用instr 去找一下 藏钱瓜 有没有 所以他找到这个位置 加2 为什么加2 因为藏钱瓜 两个字 那找到位置之后的话 就把后面三个字给取回来 有没有 所以这个是只要取长 取宽 取高 那因为有2到8 所以他就取分别这些资料 所以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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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把你取出来了 OK 那这个是true去帮忙写出来 我是觉得是可以的 那如果你们有时间有兴趣的话 请你在细部程式慢慢看 如果你刚开始看会觉得 哇 这天书 不过你慢慢如果看得越来越懂的话 那表示你越来越清楚状况 然后以后如果程式有什么错误呢 你以后可以看得懂 然后又会改的话 那将来当然会改之后 会写更好了 不过我是觉得慢慢来 因为现在有true tv 可能你自己写需求并不大 比较大的就至少人家帮你产生什么 你要看得懂吧 有错你要知道错哪里吧 简单改一下吧 那不要什么很明明 已经这么明显的错误 你都看不出来的话 那说真的啦 这个这个就说不过去了 不能说有true tv 什么事都不用 不是 所以有true tv 其实是真的好东西 但是好工具真的也要有会用的人 你会发现好用的工具 给不会用的人真的浪费 有没有 有些工具真的太好了 神兵利器 但问题不会用的人把它弄坏了 真的是觉得很 很心 OK 所以啦 你要知道说 challby可以做的 跟不能做的 不过啦 其实如果假设 这个地方出错 你也可以把这个问题丢给challby 他也会大概分析哪边出错 好 不过 虽然challby做的到 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太推荐 为什么 因为他这样实在是写的太复杂了 可是如果 我是希望说 可以 一样 这个地方 帮我产生 这个先删掉 产生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就按下去 自动可以帮我把 刚刚这件事情执行 但是不是用这个方法 如果你想是不用这个方法 你说老师 那除了用challby帮我写程式之外 有没有其他方法 当然有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用录制聚齐 像以这一个地方来说 我是觉得 比较好的方案 干脆就用录制聚齐 那录制聚齐的话 它主要的特点 特别主要 将来如果产生程式 这个录制聚齐也是一个好东西 就是你可以把滑鼠键盘的动作记录下来 它会自己帮你写一个SURB程式 你只要执行SURB程式 那这件事情就解决了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就是 那我操作一遍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我先把它删掉一下 所以如果假设要把刚刚的动作 录制下来 有没有 资料剖析嘛 那 不过在做录制聚集之前 你一定要先确认你的动作 最好彩排一下 所以我们就是 1 先选这个方案 游标先放在B2 Ctrl Shift向下 对 然后2的话 就资料 资料剖析 然后就固定宽度 OK 好 录完之后呢 就停止录制 它就会把你刚刚那些动作 转换成一个Sub程式 那一个Sub程式 就可以变成一个按钮 诶 有没有 所以应该懂的意思吧 所以哦 除了QRGBT可以帮你升成程式之外 录制聚集也可以哦 它主要是帮你把滑鼠跟键盘的动作 转成程式哦 所以哦 如果你做了多余的动作 它也会多录哦 就NG了啦 NG怎么办 从来没关系 OK好 做一次也会看到 这还蛮重要的 如果你直接都会的话 我觉得Excel3太好用了 不会写程式也没关系嘛 对不对 干嘛 没事 自己一定要自己写 它都已经可以了 那你就放手让它做 这只是说你要知道怎么做啦 OK 不要连做都不会 那当然 神仙也救不了你了 真的哦 OK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第一步哦 先把刚刚的动作彩排过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切到开发人员里面的录制聚齐 就要开始把刚刚的动作做过一轮哦 OK step 一 先录制聚齐哦 有点像是拍电影一样 我们开始要拍或拍影片哦 不能NG 所以建议是彩排过 你都要记得刚刚的动作 不够如果你不熟 请你自己再反复 有点像拍电影前 记得先把那些先记熟 最好先把它step 12345这样 你是不是错了 录制聚齐 然后这个名称也需要什么 叫资料剖析 比如这个名称叫资料剖析 按确定之后就有点 如果你按确定等于是开始录了 那你就不能NG了 如果NG没关系重来 盖过去就好了 比如说你说 1我要先放这边 结果我放错了 放到这边 NG怎么办 没关系停止 你说老师要停止怎么办 再来没关系 有没有先放在这边 录制聚齐 那他会再一次资料剖析 那一样名称呢 因为刚刚已经NG过 所以他按确定的时候 他先确定说 刚刚有一样的名称要不要 盖过去就好了 ok 那再来1有没有放B2 step1 step2的话Ctrl Shift向下 step3的话呢 就是在资料 资料剖析 然后把刚刚的动作做过 下一步 这个我们快快速做一遍 记得要点准 表示我应该老花的不严重 动作也没有 ok好下一步 然后这边不会录齿然 不会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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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的话就指C2 完成 然后确定 好了 ok了吧 好这个时候不要再点别的地方了 记得最后一个动作 什么开发了你的 停止录制 停止一定要停下 你不要录得很开心 然后继续在那边多多多 然后最后 就多了 ok 所以记得最后呢 要完美的结束 把它结束掉 ok 停止录制 好 我们来试试看 这个地方先把它删掉 不过你也可以录制一个删除 如果你不会写的话 当然你除了可以 请tryp写 你也可以自己录下来 叫什么清除好了 ok 比如说这个清除的话 如果你要再录个清除 把这个叫清除 然后确定 那我是建议游标先 就是点一下 第一步是游标先放在C2 然后刚刚是Ctrl向下 对不对 那我这个是Ctrl向右再向下 ok 所以这个 我是建议你不要用滑鼠选 滑鼠选可能比较容易出错 Ctrl向右再向下 有没有 他就选完了 ok 然后把它delete 好 所以几个步骤 1 是C2 Ctrl向右 Ctrl向右 Ctrl向下 delete 四个动作 不要多也不要少 精确 好 那你说老师那做完这些动作 我怎么知道有没有成功 很简单 前面不是有聚集的清单 点一下就知道了 有没有看到 这边不是有资料剖析 这边不是有清除 那如果你执行的话很简单 点一下资料剖析按执行 也不太跳这个 ok成功 清除的话 执行 清除 有没有 资料剖析 执行 我这个很讨厌 不过不管 应该不影响 是清除 有没有 那你说老师那录下的东西在哪里呢 其实就在 Visual Basic里面 它会自动帮你 产生一个叫Module 2的程式 点开来 就会出现 第一个Sub 第二个Sub 当然你也可以从这边执行 有没有 那这边也可以执行 那你说老师那如果我要把它变按钮 可不可以 那可以啊 还记得吧 插入 这边不是按钮 拖拉一个大小 资料剖析 把名称复制一下 再贴到这边 资料剖析 这样不是有了 那另外一个按钮的话 一样 不过我的习惯会把这个按钮拿来复制 为什么 因为会一样大 你不用拖拉的时候会不同大小 复制它贴下来 再按右键去修改它 改成清除 这个名称把它改成清除 这样完成 资料剖析 不过这个很讨厌 咱先不管 有没有办法 不过我的同学说老师 这个可不可以把它去掉 这很干扰 是可以啦 但是等一下再讲 好 那我把重点回顾一下 第一个 开发人员的录制具体 请你先彩排 所以动作不多 一 游标放这边 Ctrl 系不向下 然后再资料 资料剖析 再跟着做 做完 OK 录下来了 记得最后一定要停止录制 然后把这两个录下 最后的话 如果要产生按钮的话 就是直接从这边插入按钮就OK 然后试一下 画面还给各位 所以以这一题来看 好像用Ctrl 系不见得占得到便宜 虽然你可以 但是问题是你程式写那么多 这真的是有点不太 所以如果假设有些事情 是内建功能可以做到的 只是你不知道程式如何写的话 除了可以求助Ctrl 系不提 我是觉得这个地方 可以试试看用录制去期的方式 可能会是相对比较好的解法 录制去期得到的结果也是SUB 所以SUB你就可以把它再做按钮 这问题就解决了 试试看